看看新闻网 结盐油是保湿还是美白 如果你对洗脸的考量 还停留在用什么产品上 那你的保养概念 可得马上升级了 无论是网络商家 还是实体店铺 洗脸神器 已经多到你应接不暇 我会去用 就比如说 我身后的这款产品的话 现在很多编辑 还有很多媒体 或者说是一些美容达人 都在推荐在用 我觉得它的好处 是在于说它的毛 就是毛质 比最初我们看到的一些 美容椅子来得更适腻了 每分钟的震动 也比原来增加了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一些 平时爱化浓妆的女孩子 深层清洁 是电动神器最大的卖点 而对年龄层偏小的女孩子来说 各种手动工具就已经足够了 她们不但外形看上去Q弹可爱 而且可以做到极其轻薄 方便携带 又发现一个很可爱的小道具 我先猜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吧 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 这是背面 然后证明 其实这样子的 先用这样子的小道具 可以在你的鼻翼 或者说是想去脚趾的地方 可以慢慢这样揉搓 比自己用手洗可能更干净 另外我觉得它比较可爱的是 它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原本是这样来的 但是呢 它其实套在手里的 用三个手指啊 把它套进去 将它固定 小指是压在这里 这样去揉搓 去洗 这个蛮可爱的 我觉得小女孩 就是小女生应该会蛮喜欢的 放在包包里 而且它也不占地方 非常的迷你跟小巧 你看到了 大多数手动产品的卖相 都十分喜人 那么哪一种效果更好呢 下面进入一分钟快速实验时间 那我们手上呢 就假设这是脸上的一些残留的彩妆 然后呢 我用这个电动的洗脸仪器啊 先是用洗面奶涂在电动仪器上 因为它是防水的 所以你看到涂上去之后 加一点点水 然后把这个开关开一下 它开始震动了现在 它清洁力还是非常高的 那现在手上呢 是模拟了假睫毛 或者说是睫毛膏的这个概念 我们涂上一点点睫毛膏 因为这个不是电动的了 这是手动的 所以靠自己手去打圈 看一下 清洁力来说的话还是够的 但是可能它花费的时间会比较久 然后我会觉得说它的毛质啊 相对来说没有 之前用的那么细软 而且它的这个梗的地方会比较长 所以在涂的时候 你会有这样子揉搓的 有一些这样的小困扰 就是它有左右摇摆的这种困扰 莫莉好刷头既柔软 又有一定的定理 是电动产品在使用体验上的优势 这里要提醒你的是 无论哪一种 在网络上都存在良药不齐的情况 比如某款热门洗脸刷 便宜的十几块贵的接近三百元 对于一款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来说 选择有需谨慎 洗脸刷刷毛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起泡的程度 不过比起这种手感 相信你会更关心它们到底会不会拉扯皮肤 让毛孔更大 用了电动的洗脸仪之后 我的肌肤会不会毛孔边大 这是完全完全不存在的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 它不是一个化学性的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真的是不会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比如说你敏感肌 或者有一些女孩子 她的皮肤特别特别的薄 就是血丝 红血丝都透在外面的 那像这一类女孩子 对洗脸仪器 就是这种电动的 物理性的 就可能要慎用了 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是基础中的基础 工具再强大 也不要随便当小白鼠